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又一处大坝决堤 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在大反攻的关键之际又出了这么一档事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报道 近日乌克兰顿尼茨克地区的 克拉玛托尔斯克市附近一处大坝突然决堤 从寒拍上看 洪水奔涌而出 淹没了整座城市的30条街道和至少260栋房屋 水位高达1.5米 该市市长说 有部分市民紧急乘坐着警方的船只避难 不过 他没有提到是否有人员伤亡 而有消息称 这样的大洪水也给乌军的行动带来大麻烦 要知道 克拉玛托尔斯克市距离巴格莫特不太远 本来就是乌军在东巴斯地区的主要据点和补给枢纽 结果这场大洪水淹没了防空洞 冲垮了战壕 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军事仓库 存放军事装备的停车场 连运输弹药的铁道线也中断 让乌军本就不多的补给又出现了相当大的缺口 根据官方解释 大坝决堤的原因是天灾 因为三月底 整个地区突然下了好几天的大雪 大雪融化之后的血水破坏一部分大坝的结构 但是 很多人对这样的理由并不买账 他们坚持认为 这场堤坝绝口其实是人祸 或者是乌军故意炸坝去出现的失误 或者是当地政府玩乎职守 没有输郡河道 也没有维护堤坝 而且 这样的说法也都有着充足的理由 一方面 有消息称 在二月底 乌军为了阻止瓦格纳雇佣兵的推进 就曾炸毁了巴赫木特西侧的一个大坝 水淹俄军 去年四月 乌军还曾炸毁了哈尔科夫地区的 奥斯科尔水库大坝 让洪水淹没了斯维亚托戈尔斯科市 据称有上千俄军和亲俄民兵被淹死 而最近 与瓦格纳推进的相当顺利 俄军一部分部队已经开始 向克拉玛托尔斯科方向发起进攻 所以 确实不能排除是乌方打算 想用水供的方法阻止俄军推进 另一方面 就算确实是因为血水融化而决堤 也不能排除当地政府存在疏漏 在局地发生后 该市市长说 现在相关部门正在修建混凝土屏障 并清理附近的河床 以尽量减少泄露影响 却绝口不提是否会修复大坝 照这样看来 当地政府恐怕是要让大坝自生自灭了 回到战场上来 近日巴克木特的血消融了 战壕和道路都变得非常泥泞 已经可以和一战西线的苏姆河以及伊普尔相提并论了 因此现在城外的战斗并不激烈 战场的焦点在城区中部和西南部 根据最新消息 俄空将军在巴克木特巷战中动用了温压弹 使用TOSEA喷火战车发射温压弹 对付坚固堡垒 是俄正规军的典型打法 这回应该是首次将其配备给打突击的空将军 看起来由于缺兵少将 俄军的王牌也开始干起了打巷战这样的脏活累活了 在另一边 在昨日将俄军推回克苏大街的战斗中 乌军出动UR-77陨石扫雷车 将俄军阵地开火 引爆炸药 粉碎了俄军阵地 UR-77是苏联在70年代的产物 1977年正式服役 扫雷方式与其他扫雷车一样 通过火箭弹将爆破锁发射出去 爆破锁落地后 在目标区域爆炸 清理出安全通道 在俄乌战争之前 乌克兰没有一辆UR-77 现在他们至少有13辆 全部都是缴来的 俄罗斯不会是乌克兰的头号武器援助国 在具体战况上 过去24小时 没有明显的战线变化 俄罗斯军队声称 已经占领了巴克莫特1号火车站和附近的街区 这跟我们昨天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这并不表示巴克莫特的局势正在恶化 目前巴克莫特城内俄军人数更多 俄乌军力比大概在5比1上下 乌军将更多的部队部署在城外 把守交通线 并在城区的西南部占据了上风 目前巴克莫特西北两条补给舰依然畅通 情况实际上比两个星期前还好 前驻欧洲美军司令霍西斯认为 乌克兰可以消灭巴克莫特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 所有俄罗斯士兵 但这不会影响战争的战略结果 只有克里米亚的收复才能改变战略局势 看他的意思似乎并不建议 首先在巴克莫特打反击 据称乌军春季攻势的主力 是以完成训练的一个M2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旅 一个斯特瑞克装甲车旅 一个挑战者2坦克营 两个鲍尔坦克营和四个鲍尔坦克营 此外 一旦反击开始 乌军还将展开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突袭行动 届时 将有上万架的微型无人机 对俄军阵地发动多波次大规模自杀突袭或仇弹 反击方向最大的可能仍旧是南线 乌军或将利用巴克莫特牵制俄军和瓦格纳主力 在赫尔松 地涅伯河发动多点登陆行动 同时 在扎布罗热展开突袭 一举击溃俄军最强的第58极端军 此外 俄罗斯电视台还惊恐地表示 乌克兰军队将在第一天晚上 对我们在俄罗斯中部的部队和设施 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攻击来自多个方向 但就像我此前所说 乌克兰什么时候反击还得看天使 个人认为目前他们已经万事俱备 一旦地面变硬 就有可能开始 别了急 先备好久 耐心等待吧 顺便说一下 乌克兰现在有五个空军旅 两个苏27旅和三个米格29旅 F-16欢迎2000不来 也不会让乌军的反击失去空中掩护 此外 他们的装甲部队还将得到 美国的防空系统和复首者野战防空系统的掩护 再来看看战场之外的消息 美国确认将再向乌克兰提供26亿美元的援助 新轮军援包括防空系统 反坦克导弹 运游卡车 维修车 坦克炮弹 可用于空中投放的制导炸弹 以及NIS AMS使用的配套导弹等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约500亿美元的军援 此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伯利尔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宣布 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的额外弹药 截至目前 欧洲已经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宝昨日再次强调 我们将近一切努力 让乌克兰获胜 可能直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人认为 西方迟早会抛弃乌克兰 对此我只是想说 西方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 但撒谎绝不是其中之一